歡迎收聽星期二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3月26日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提醒大家記得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堅持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最近英國威廉王子展開他的加納比海訪問行程 來到第三站 他在3月25日就來到巴哈馬首都拿索 在由巴哈馬總督主辦的歡迎會上講話時 英國威廉王子特別提到即將迎接巴哈馬 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五十週年 威廉王子說 隨著亞馬加在今年慶祝獨立六十週年 貝里斯去年慶祝獨立四十週年 我要說的是 我們很自豪地支持和尊重你們對自己未來的決定 關係會演變 但友誼會長存 威廉王子和他老婆海特王妃最近展開為期八日的加納比海之旅 慶祝英女王登基七十週年 在到訪巴哈馬之前 他們已經到訪了貝里斯和亞馬加 而這三個國家至今仍然尊重英女王是國家元首 威廉王子訪問行程中之前遇到多次抗議 就被批評是進行一場殖民之旅 例如在3月22日訪問亞馬加的時候 威廉王子抵達英國高級專員公署之前 就有亞馬加民眾在公署外面高舉標語抗議 要求英國皇室為他們在過去 將幾十萬非洲人帶入這個小島 以及進行奴隸販賣中辦演的角色 提出賠償和道歉 而亞馬加總理霍尼斯 甚至在電視鏡頭面前 和威廉王子表示 這個國家正以一個獨立國家的身份向前邁進 在威廉王子到訪之際 亞馬加有越來越多的呼聲 要求跟進巴貝多的腳步 不再尊奉英女皇為國家元首 成為一個共和國 同樣位於加勒比海的巴貝多 在2021年10月選出了總督梅森 成為史上第一任總統 取代了英女皇的元首地位 成為全世界最新的共和國 下一則新聞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處估計 英國武漢肺炎的疫情有升溫趨勢 過去一個禮拜 全英國有426萬人感染武漢肺炎 比上個禮拜多了100萬宗 而這個數字也逼近2022年 第一個禮拜430萬人確診的紀錄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 專家估計現在疫情升溫 是與防疫限制放寬 Omicron變種病毒BA 2R營肆虐藥等等有關 而過去一個禮拜 英國新增950宗的確診後死亡個案 比上個禮拜上升了26.3% 另一個歐洲國家德國 在3月26日公布的新增確診數字 是高達252,000多宗 是累計突破了2,000萬宗 而單日死亡個案 也增加了278宗 下一則新聞 國際抵制俄羅斯的海鮮食品 已經對英國食品業和經銷商產生衝擊 有英國國菜之稱的炸魚薯條 竟然面臨供應短缺的危機 業界表示如果問題無法解決 商家只能改賣炸雞 又或土耳其酵肉串燒 英國炸魚薯條協會主席Andrew Krupp 表示 享譽全球的英國國民美食炸魚薯條 所使用的雪魚 有一半原來是由俄羅斯進口 西方國家聯手制裁俄羅斯 是令到這道菜式所需要的材料出現短缺 甚至有供應危機 受國際制裁影響 雪魚價格不斷上升 業界很難找到適合的替代品 能源價格上升也增加了從業者的負擔 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解決 他們說只能轉賣炸雞 或土耳其酵肉串燒 炸魚薯條這道菜式 是源自19世紀的英國特色小食 最早以英國沿海的雪魚為材料製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由於物資短缺 令到雪魚成為民眾非常難得吃到的肉類 炸魚薯條本來只是街頭小食 但因為陪著英國人度過艱難的打仗歲月 以逐漸被視為英國國菜 下一則新聞 總部撤在倫敦的人權組織 香港監察的創辦人羅傑斯 上週披露收到香港警方國安處正式警告 指控他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引起國際關注 而總部同樣撤在倫敦的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 最近發表最新的聲明 呼籲各國政府暫停和香港的引渡條約 以保衛人權捍衛者 令他們不會被港區國安法禁聲 HKW的網站在今年2月 首先被香港政府封鎖 在香港以正常途徑 已經上不了HKW的網站 而HKW上週披露收到香港警方國安處正式警告 要求關閉網站 又指控他們組織和行政總監羅傑斯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9條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一堅定罪最高可以監禁3年 或罰款10萬港幣 而近日發表聲明的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 他的聯合主席就是瑞典律師協會前秘書長 安尼·拉姆貝利 他在聲明中提到 過去幾年 隨著北京的控制逐步收緊 香港人權狀況明顯惡化 外界要持續監察香港政局的變化 人權捍衛者就必須免於被監禁的恐懼 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主席 安尼·拉姆貝利表示 令人非常擔憂的是 香港港區國安法不僅被用來壓制香港人權捍衛者 更被利用對付在香港司法管轄區以外的人權捍衛者 要使他們禁聲 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呼籲 國際社會應該暫停與香港的引渡條約 以保護這些人權捍衛者 無論他們身在何況 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另一位聯合主席 英國律師馬克·史蒂芬斯表示 這是北京當局阻礙人權捍衛者調查 以及揭露香港侵犯人權情況的又一個鐵證 目的是令人權捍衛者被滅聲 他譴責香港政府恐嚇HKW 馬克·史蒂芬斯又說 如果我們現在不為人權捍衛者挺身而出 保護他們免受這類攻擊 包括暫停引渡條約的話 人權捍衛者將會鎖定無幾 這可能就是中國統治集團最終的目標 根據香港政府的資料 目前全世界有大約20個國家 與香港簽訂了引渡協議 但隨著港區國安法生效 當中9個國家已經宣布終止引渡協議 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德國、芬蘭、新西蘭、愛爾蘭和荷蘭 法國雖然與香港簽署了引渡協議 但一直都沒有正式生效 而還未終止與香港引渡協議的10個國家 就包括捷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葡萄亞、新加坡、南非、韓國和斯里蘭卡 偏及歐洲、亞洲和非洲 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今次都提到 人權捍衛者如果前往剛才所說的這些國家 可能會成為港區國安法的目標 並被引渡到香港受審 HKW創辦人羅傑斯最近表示 自從被香港政府警告他違反國安法之後 他出行也必須要格外小心謹慎 但不代表他會完全迴避 與香港有引渡協議的國家 他說他會按實際情況評估風險 例如那個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怎樣 有幾大機率會引渡他 他又認為歐洲國家即使與香港有引渡協議 也極不可能將他引渡到香港 但與香港有引渡協議的亞洲國家 風險就相當高了 他說他會盡量避免前往那些國家 羅傑斯呼籲各個國家都必須重新評估 與香港的引渡協議 不僅因為他的個案 而是關乎所有香港政府有意引渡的人士 特別是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 羅傑斯說很因為 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 今次發出聲明 國際律師協會在1947年成立 是歷史悠久的國際性律師和律師協會組織 全球擁有超過8萬名獨立的律師會員 以及190個律師協會和法律協會成員 覆蓋全球160個國家 派下的人權研究所 目的是保障全球範圍的律師人權 今集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